大家常说电视剧太狗血,其实生活更加狗血,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 提到北九州连续监禁杀人事件,日本人都会觉得毛骨悚然,一对男女残害至亲一家六口后之结,最后扔入大海。 然而,这起连续杀人案最恐怖的并非行凶手法,而是主犯如何控制人心,教唆受害者相互伤害,让他们精神崩溃,心力交瘁而亡。 这起事件被日本人列为平成怪奇事件中,名列前茅的恐怖社会案件,故事更被改编成电影在无碍之森放声呐喊。 今天,第九档案是,带你了解震惊全日本的北九州连续监禁杀人事件。 故事发生在美丽的岛国日本,主人公松永泰,于1961年4月28日出生在福岗县北九州市。 七岁时,父亲接受了祖父的产业开始经营榻榻米生意,过着还算富裕的生活。 松永泰小学时成绩很好,还是班长,初中时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他喜欢运动并且拥有领导能力,所以担任了排球队队长。 在学校的演讲比赛中也经常战胜高年级的学长。 尽管松永泰成绩优异,各方面能力也不错,但并不讨老师喜欢,因为他对人态度装横,还喜欢撒谎。 他会用无数个谎言堆积起完美的自己。 高中时,他依然成绩不错,但是有些过于喜欢表现自己。 高二时,作为纪律委员的他被发现与离家出走的初中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而被学校开除。 后来转学到九流女士的一所私立高中。 毕业后,他没有考上大学,开始出去工作。 他在一家蛋糕店上班,但仅仅十天就辞职了,之后的每一份工作都不能长久。 19岁时,松永泰结了婚,第二年就和妻子有了第一个孩子。 进入社会后,他凭借着英镇的外表和不错的口才,以及高超的说谎技术,哄骗了好几个女性发展的婚外情。 旭方淳子就是他当时的婚外情对象之一。 旭方淳子的家境要比松永泰好很多。 旭方家是九流米市安无挺的名门望族,旭方氏族的祖上是武士阶层。 而旭方淳子一家正是旭方氏族的本家,在这个村子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父亲旭方玉是地方农业协作会的李氏。 在这样一个平静的村庄里,旭方家的家教是出了名的严格。 旭方家有两个女儿,淳子是长女,李慧子是次女。 淳子闲尽乖巧,李慧子则有些叛逆。 因为西夏没有男丁的缘故,旭方家的家业需要招入坠女婿来完成。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宋永泰开始了对旭方淳子的追求。 淳子高中毕业后,进入了一所大学,就读幼儿师范专业。 大一那一年暑假,他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 是淳子吗?我是宋永泰,你的高中同学。 上学的时候我欠了你50日元,一直没还给你。 你看,见个面如何。 淳子对宋永泰这个名字并不熟悉, 也记不起来是否借过钱给他。 但是在宋永泰热情的邀请下, 只好答应在家附近的咖啡馆见个面。 宋永泰当时其实是无业状态, 但为了让淳子对他刮目相看, 便称自己继承了父亲的榻榻米事业, 并且将公司改造成为了国际化大企业, 时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 接着,他开始不断向淳子表达爱意。 面对宋永泰这样直接且突然的表白, 从小循规蹈矩的淳子并没有被他打动, 反而是提高了戒备心。 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 因为淳子不想久留的缘故, 便匆匆告别了。 这以后, 宋永泰也没有纠缠过淳子。 与淳子见面后不久, 宋永泰同意接手了父亲的榻榻米生意。 他将公司改名为世界保健睡眠集团, 并遣散了之前的老员工。 他将原来的榻榻米工厂拆除, 盖起了一幢三层办公楼。 一层自家住, 二层是办公室和产品展示区, 三层是社长办公室和秘书室, 地下是仓库。 接着, 便开始经营保健床垫的生意。 他招募了一批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让他们挨家挨户上门推销。 宋永泰给床垫的定价非常高, 约合六万元人民币一张, 所以销售状况很难增长。 他最初采取的惩罚, 只是坐俯卧撑, 不许吃饭, 站着睡觉, 但因为员工们的销售业绩都很差劲, 于是他认为这样的惩罚无法激发员工的潜能。 不久之后, 他偶然发现一名员工被漏电的电线垫到后, 痛苦不堪的样子, 于是便让手下人开始研制电机设备。 所谓的电机设备, 就是一端有着插头的电线。 电线被包开, 分成了两股, 各露出大约一米长的导线, 然后将导线一圈圈缠在受惩罚的员工的双手手腕上, 将插头插入电源, 便实现了电机刺激。 由于电机的强度实在太大, 而且导线被缠绕在手腕上无法挣脱。 所以经过电机之后, 大多数员工的手腕都会被导线勒得鲜血淋漓。 但无论如何, 这样残忍的体罚措施, 真的让员工开始了拼命工作。 为了能够将床垫销售出去, 这些员工想出了分期付款的主意。 销售的时候用起您适用的名义, 将床垫办强制地运到客户家里, 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一个月后, 这些员工会再次上门, 要求收回床垫。 但如果客户试用了这个床垫, 哪怕只是包装被打开, 那么便会要求客户支付折旧费, 每天一万日元。 面对这种几乎是敲诈的销售方法, 当时的日本并无相应的法律亦已禁止, 所以即使是客户报警, 这群员工也可以有恃无恐地 向警方出示有着客户签字的试用协议, 继续向客户勒索钱财。 如果客户忍气吞声支付了这笔钱, 那么他们便拿床垫走人。 但如果客户拿不出这笔钱, 那么下场就会更惨。 因为公司制度缺乏人性, 还要接受电机的惩罚, 有很多人选择了退出, 或是偷偷逃跑。 为了弥补人手不足的状况, 松永泰命令员工把那些交不出钱的客户 绑回公司里。 松永泰将这些人关在地下室的公司仓库里, 要求他们给家人打电话支付赎金。 如果连家人也联系不上的人, 松永泰便会强制他们入伙, 加入贩卖床垫的队伍。 1994年, 松永泰的欺诈销售床垫生意开始有了起色, 而且手下的员工也一个个变成了唯命是瞻的奴隶。 松永泰再一次拨通了徐方淳子的电话。 好久没见了, 一起开车兜风去吧, 秋天的景色真的是美极了。 淳子此时刚刚跟上一任男朋友分手, 想到去兜风散散心也不错, 于是便欣然赴约。 松永泰开着车, 沿着海岸公路一路飞驰, 不知不觉便开到了非常远的地方。 眼看天色渐晚, 淳子要求返程, 松永泰一照半。 然而, 当车子开到临阵的地方, 松永泰却拐进了这个阵子, 将车停在了一间情人旅馆的车库里。 不由分说地拖着淳子开了一间房, 在客房里侵犯了淳子。 单纯而简单的淳子, 刚刚遭到眼前这个男人的玷污, 当看到他痛不欲生悔过的样子, 心里不由地产生了怜悯, 于是答应他不会声张此事。 此后, 松永泰便开始了猛烈的追求。 当他们以恋人关系相处后, 松永泰承认了自己已婚的身份, 并说自己一直想离婚。 听到这个消息, 淳子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他觉得自己跟松永泰的肉体关系, 其实是在破坏他的家庭。 然而, 淳子觉得他的感情是真实的, 一方面不想破坏他的家庭, 另一方面又不忍心伤害他的感情。 在这样的两难境地里, 淳子默默地忍受着松永泰 对他肉体上的要求, 同时也不知道这段关系该如何结束。 又在淳子犹犹豫豫的这段时间里, 松永泰和淳子在餐厅吃饭的样子, 被淳子的家人看到。 由于松永泰公司的恶行, 在当地已经让人小有耳闻, 所以父亲虚方玉和母亲虚方静美勃然大怒, 让女儿淳子把松永泰叫来, 准备当面训话, 终止两人的联系。 与此同时, 续方家也动用了自己的势力, 对松永泰本人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原来松永泰早在一年前, 便开始通过私家侦探调查续方家, 甚至连淳子母亲娘家那边的资产 都成为了松永泰的调查对象。 这次见面, 松永泰高超的演技再次起到了效果, 他装成一个人畜无害的有为青年, 说他的婚姻是父母安排的, 如果他们同意自己和淳子继续交往, 他愿意离婚入坠到续方家。 或许是续方夫妇真的期盼女婿太久, 又或许是他们完全被松永泰的演技骗了, 本来是对松永泰心诗问罪的一次约见, 反而在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了。 没过多久, 松永泰真的离婚了。 从此之后, 松永泰对淳子的态度, 却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 之后两人见面的活动从开车兜风约会, 变成了由淳子交代历史恋爱问题。 毕竟年代久远, 淳子有时达不上来, 松永泰就会站起来, 用脚狠狠地踢淳子的腿。 淳子交代一个, 松永泰就让他给对方打电话臭骂一顿, 并从此不许往来。 从小对人温柔亲切的他, 此时想的只是如何获取松永泰的信任, 让他平复情绪, 不再对自己这么生气。 毕竟在他的印象里, 原本那个温文尔雅的人, 才是松永泰本来的面貌。 几周时间下来, 淳子基本上把身边的人都打电话骂了个遍, 淳子以为这件事情可以告一段落, 然而, 这仅仅是个开始。 松永泰的暴力继续升级, 他会因为淳子喜欢男歌手不爽, 便对他实行殴打。 在这段时间里, 松永泰也开始执行分裂淳子和徐方家的计划, 他告诉淳子, 你的母亲第一次见面后就喜欢上了我, 并且我们已经翻云覆雨过了。 他说你根本不是乖女孩, 以前经常跟男人出去鬼混。 淳子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贤惠优雅的母亲, 怎么会跟自己的男朋友做出这样的事, 又怎么会编造这些对自己不利的谎言。 单纯的淳子没有想到, 松永泰说的这些话, 目的是要切断淳子对家庭的联系, 在淳子和母亲之间制造对立。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从中兴风作浪, 一面让淳子认为自己的母亲行为不端, 一面让淳子的母亲认为女儿不可理喻。 除了结问、 殴打之外, 松永泰还在淳子的胸部烫下咽痕, 在他大腿上刺下自己的名字, 经历了松永泰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后, 淳子已经渐渐支撑不住了。 1985年2月, 淳子昏倒在工作的幼儿园里, 之后几天, 趁着在家静养的时间, 淳子用父亲的剃刀割开了手腕, 躺在浴缸里自杀了。 好在母亲及时发现, 送去了医院。 松永泰提一带淳子到他那里住几天, 考虑到家族的名誉, 去方玉不想在村子里再惹出什么笑话来, 与静美商量之后, 便同意了松永泰的请求。 三天之后, 松永泰将虚方淳子带回了他的世界健康睡眠集团。 回到公司后, 松永泰马上撕下了他文质彬彬的面具, 把淳子关押在三层的一间屋子里, 揪住淳子的长发, 把他的头摁在地板上辱骂他。 松永泰不断责骂着虚弱站不起来的淳子, 一步步摧毁他原本对身边人充满仇恨的心理, 让他变得麻木, 变得不知所措。 于是, 从医院出院的第二天, 淳子就坐上了松永泰办公室里的那只垫击椅。 从小在优越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淳子, 自然无法承受连续的虐待和垫击。 不到一周时间里, 他就变得行尸走肉一般, 平时呆滞地像一尊雕像, 但只要听到松永泰的命令, 就会触电般地跳起来, 开始紧张地工作。 淳子被松永泰关押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旭方家突然收到了一封挂号信, 拆开信一看, 内容让旭方玉和静美夫妇大吃一惊。 这是淳子亲笔写下的, 一封要求断绝关系的信件。 不用说, 淳子的那封信肯定是在松永泰的威胁下写的。 当旭方夫妇拨打电话求证时, 淳子也按照松永泰的指示回答了。 松永泰对旭方淳子的完全控制, 在这时就算是彻底完成了。 就在他控制淳子的计划顺利进行时, 床垫诈骗却出了问题。 1992年7月, 警方带着逮捕令准备以敲诈勒索的罪名逮捕松永泰时, 发现他早在警方行动前一周, 声明世界健康睡眠集团资不抵债, 申请了破产, 留下约一亿日元的债务。 之后, 他遣散了员工, 连夜带着淳子踏上了逃亡的路途。 逃亡当初, 淳子不愿意参与松永泰的计划, 他想自首。 然而此时,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 改变了他的想法, 淳子怀孕了。 他想借着孩子的降生, 劝松永泰回心转意做一个规矩的人, 夫妻两人洗心革面建立家庭。 但现在看来, 似乎自己的打算只是一个幻想。 上世纪90年代, 在日本很多地方, 抓捕逃犯还需要用照片和画像, 再加上日本人的身份, 户籍信息管理并不严格。 即便松永泰和淳子没离家多远, 也没有被人认出来。 没有了公司, 两个人也失去了经济来源, 这时候松永泰选择了再次走上诈骗的道路。 然而, 松永泰的一个电话, 彻底毁掉了一个女人的家庭。 她就是松永泰的高中同班同学, 水野。 两人毕业后曾经短暂交往过, 分手后, 水野与一名男子结婚, 并生下了三个孩子。 但结婚十年来, 丈夫对自己日渐冷淡, 还似乎有了外遇。 松永泰对水野表达自己多年以来的爱慕之情, 并说自己一直单身, 还继承了家业。 对于她的表白, 水野显然心动了。 1993年4月, 她说服水野离开丈夫跟自己私奔, 同时为消除她的疑心, 松永泰声称纯子是自己的妹妹。 不久后, 她带着三个孩子跟丈夫离婚, 搬到了松永泰为他们租下的一间公寓里。 开始和水野同居的松永泰, 立刻开始了暴力行为。 她命令水野向前夫索要三个孩子的抚养费, 并且还逼迫她向自己的父母要钱。 如果水野有任何的反抗, 她就会对水野的三个孩子施以拳脚。 她通过各种渠道, 为松永泰筹集了1800万日元的现金, 但如同恶魔一般的松永泰, 并没有就此满足。 为了弄到更多的钱, 她逼迫水野去卖身, 否则就要把孩子们通过地下渠道卖到海外去。 在这样非人的精神折磨下, 谁也带着三个孩子一起投海自尽了。 因为松永泰以诈骗为生, 所以需要时常变更住处。 为了防止自己暴露, 所有对外租房等事, 都是委托纯子出面办理。 几次合作下来, 松永泰认为他们的房地产中介虎谷九美雄是个容易下手的对象。 她摸清了对方的喜好, 知道虎谷比较贪财, 便缩使唇子去向她游说, 声称有非常好的投资项目, 特别适合零散投资。 就像所有的网络诈骗一样, 在看到本金和投资收益如约返还后, 虎谷对纯子的投资项目更感兴趣了。 这次, 松永泰将自己伪装成从美国回来的高端技术人才, 说自己在开发一个赌博软件, 可以精准计算出买什么会赢。 她用高超的说谎技术哄骗虎谷和她一起沉迷新公司, 并每天晚上叫虎谷一起去喝酒。 连续几天下来, 虎谷身体吃不消, 经常上班打盹, 甚至早退回家睡觉, 这让公司对她很不满。 每天疲于应付工作, 以及和松永泰的应酬, 虎谷对家庭生活渐渐力不从心。 松永泰提出, 自己的孩子刚出生, 可以由纯子一并代为照顾虎谷的女儿A子, 每月支付抚养费, 直到18岁为止。 虎谷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 从这天起, A子就搬到了松永泰的家里。 几周后, 虎谷终于被公司解雇。 松永泰提议让他搬到自己家来住, 刚好可以跟女儿团聚。 虎谷没有想到的是, 自此, 他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最初几天, 松永泰每天跟虎谷称兄道弟, 醉生梦死。 但在一次酒席上, 虎谷喝多了, 告诉了松永泰自己曾经他没过公司财产的事, 于是松永泰逼他写下罪行。 掌握了这样重要的猛料之后, 松永泰开始对虎谷作为作福, 不仅从他身上榨取钱财, 还像对待淳子那样对待他和他的女儿。 松永泰命令A子在纸上写下父亲干过的坏事, 如果写不出来就电击他, 写完后便叫来虎谷对质, 如果他否认就电击A子, 如果承认就电击虎谷。 在这样残忍的机制下, 这对相依为命的妇女开始反目成仇。 他把虎谷监禁在厕所, 叫A子监视, 并要求他打电话向亲友拿钱, 若是不从, 就电击他。 就这样, 虎谷的钱财渐渐被榨干。 在寒冬中, 虎谷只有薄衣可以穿, 每天只能吃一餐泡面, 而且必须在十分钟内吃完, 否则就会被电击。 很快的, 他营养失调, 开始上吐下泻, 松永泰还逼他吃自己的大XXX, 甚至叫A子咬他, 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折磨将虎谷逼入绝境。 这样非人般的待遇持续了两年, 34岁的虎骨因各种器官衰竭而亡 宋永泰告诉A子 你的爸爸是因为你而死 他身上有你的咬痕 如果警察来的话 你就会是杀人犯 被吓坏的10岁小女孩只好乖乖听话 协助蠢子处理尸体 肢解自己的父亲 并用绞碎机捣碎 最后和蠢子一起将肢解后的尸体丢入大海 此时 蠢子已有10个月的身孕 而这名女孩就这样被他俩监禁整整七年 成为宋永泰的奴隶 对他百依百顺 人他引辱 还得照顾他的两个儿子 1997年4月 无法忍受长期家暴的蠢子 带着不足周岁的二儿子 踏上了逃亡的路途 他把二儿子托付给亲戚送到母亲家 并每天跟母亲打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 就在几天后 母亲静美突然说 蠢子 你回来吧 松永泰已经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 蠢子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留下的这个烂摊子 应该如何收拾 当蠢子回到之前的公寓 看到父亲徐芳玉 母亲静美 妹妹李惠子都在 身后是一团团花圈 客厅中间共放着松永泰的遗像 蠢子脑中一片空白 听从父亲的指示 缓缓走到香岸前 点燃了一束现箱 身后的徐芳玉 拿出松永泰的遗书 开始读了起来 蠢子你好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你们而去了 听着父亲朗读着松永泰的遗书 蠢子意识到他真的死了 这么多年受到的折磨 欺骗 隐性埋名生活的不安 与他一起去诈骗 监禁 拷打甚至是杀人的经过 在蠢子的脑中不断闪现着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而又马上歇斯底里般的大笑起来 就在这时 地厨的门缓缓打开了 松永泰从里面悄悄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冷冷的笑容 不声不响地站在了蠢子的身后说道 我还没死 是不是很可惜啊 接着 用棍子猛挥下去 将他打昏在地 大家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续芳一家会在这里 他们为什么会串通松永泰 跟蠢子说他已经死了 我们下期再说